分阴阳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武术当中 前两天我看一个非常优秀的自由式摔跤的老师 吴廷申先生 在讲自由式摔跤抱腿的时候 很好的诠释了手回腿劲这个分阴阳的动作 大家来一起来研讨一下 这家拳的分阴阳是什么 你看我直接去抱腿 你看 我抱不到他腿的 我拉的时候注意我这个手和他的腿 你看我拉的时候 看到没有 已经抱了腿了 我在拉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你看 你看他人就过来了 你看 你看 一 一 二 三 内加拳的分阴阳 从简单上来说的话 就是各个点之间 要进行不同方向的运动 有的向前有的向后 有的向左有的向右 像这种懒雀尾 咱们练阳式的一些其他式的朋友 手腕向前 胳膊肘向前 肩膀向前 都这样连 回的时候就都回 这都没有用 为什么 像对方顶住了之后 顶住你的 稍节 中节 根节 这三个点 你想往外 他是进不去的 对吧 你想 都向前的话 人家顶住你 你是走不动的 像我们 为什么在推手过程中 这个表现的非常明显 像我们在进行推手 打折的过程中 当对方一旦是接住我的劲 我的这个手要向外引 胳膊肘向下 肩膀向前 这才能把人撞出去 肩膀 回收的时候腿劲 你靠腿的力量 就能把对方撞出去 包括头撞 是不是 所以 这向前 头向前 肩膀向后 你才能整体向前 才能把对方撞出去 是不是 这是在推手过程中 包括我们像练行翼的 这个大手的过程中 我们叫劈拳 回手如勾肝 咱们现在练行翼拳的劈拳 都向外 都向外 回都向回 那你向外的时候 对方撑住 你打不进去 因为他和你的劲儿顶 你往回收的时候 都回 对方你进来了 应该是怎么样 什么叫分阴阳 拉好周 一接上之后 手腕 手肘向回 肩膀向前 这才能把对方带过来 肩膀已经到位了 你用拳头打他也行 用肩膀打他也行 一动不止 人不就出去吗 是不是 所以刚刚发生了什么 手和肘 走一个半弧线 向回 肩膀得向前 所以有回收的 有向前的 而且在回收的过程 手回收了 腿要进去 你这才能站住 对方的位置 对方也站不稳 你怎么打他都行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都叫分阴阳 你看现在 咱们现在练的行翼拳 绷拳都是往前 腿也往前 步子也往前 腿也往前 步子也往前 只要是我们的 父辟学员 你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教的绷拳是 手往回 腿要往前 他咱都是一正一反 要不然你进不去 你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从站桩开始 就要养成 各个点 不同运动的习惯 如果想正式学习的话 点击屏幕下方的课程 你试一下 才知道自己提高的方向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